海洋为零,站在台湾海岸线上的人们 美味的海鲜十分吸引爱吃的饕客 海鲜真好吃 而饲养于食饲料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又因为过度捕捞造成鱼类瀕临绝种 海洋生物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因此海洋管理委员会提出了 海鲜红绿灯的绿色环保永续海鲜方案 而且当我们利用海体与销铺块来保护土地的同时 却造成了沙滩的消失 而缺乏环保意识的人们也不知道自己所丢的垃圾 形成了海洋垃圾和长城 就这样,我们的海洋被大家不断地污染 践踏海洋污染防止成为刻铺容缓的议题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宣导影片 有没有同学要分享自己的想法呢? 我知道 请说 我们可以去浸滩 保持海洋的干净 我觉得要从大家的习惯开始改变 从源头开始改善 在捕捉鱼类时 我们可以避免掉小鱼或者母鱼 维持它们的生态链 它还可以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 避免使用一次性塑胶 多带环保购物带购物 不要用塑胶吸管 这样应该就可以减少海洋垃圾的排放了吧 大家都说得很棒 要记得哦 我们的海洋就只有一个 一定要好好珍惜它 地球才能够永续发展哦 那我们这堂课就上到这边 大家下课咯 菜撒 CO10 菜撒 CO20 菜撒 CO2 菜撒 CO20 菜撒 CO10